如何快速提升英语成绩 这个同学呢 初一 英语基础不好 英标学过一次 但是不会拼读 即将有很多同学问我 老师啊 怎么才能快速提高英语成绩呢 那今天老师跟你讲啊 其实能不能快 完全取决你自己 你比如说有的同学啊 他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学好英语 然后他一天就能花两三个小时 在英语学习方面 你这样一个努力程度的话呢 一个月就能见到效果 但是有的同学呢 一天可能只能花十几分钟 那这样的话就很难做到快速了 但其实不管你的学习速度如何 有一点特别重要 就是一定要遵循正确的学习方法 还有学习顺序 学英语要遵循一个顺序 第一个就首先要掌握发音 比如说这个同学啊 对吧 他初一了 英标只学过一次 不会拼读 那这种情况的话呢 你不仅要学会英标 还要学会拼读 而且你现在初一了啊 你还要把发音的内容呢 完整的学一遍 那完整的发音呢 就包括像音标啊 单词拼读 还有发音的规则技巧 像这种连读 浊化略读 还有组合音等等 这些基础的内容呢 听 说 读 写 全部都要用到 特别是掌握拼读的规则 这个呢 也是你以后去背单词的重要基础 第二点就是你要具备一定的词汇量 那这个也是很多基础不好的同学的一个共同问题 就是词汇量太少了 你现在初一 到了除外词汇量更多 而且到那个时候考试的话呢 基本上那个词汇量啊 已经接近中考的水平 所以你现在打基础的话 词汇量是需要你重点突破的一关 说到背单词啊 其实如果你掌握了前面讲到的像音标啊 单词拼读 还有这个拼读的规则等等 其实背单词呢 也不难 因为大多数单词 它都是符合发音的规则的 很多单词呢 你能够把它正确的拼读出来 就可以把它写出来 第三步 在你会了发音 又有了词汇量这个基础之上呢 要去进行大量的阅读 那最简单的 你要把课文里的 就是句子啊 对话 文章读手 因为咱们考试的很多知识点 都是直接来自于课本 所以你把这个课本读手了 对你的考试是有直接的帮助的 包括很多同学的吧 他读书读多了 有很强的语感之后 很多的题目 他甚至一读完过去之后 就能把答案给顺出来了 所以如果你把前面说的三步都做好了 对吧 一步步就做好了 把基础打好了 想提升音语成绩 还是很容易的 那么关于音标啊 拼读 还有快速记载词 这些基础的内容呢 老师的很多短视频里也有讲啊 如果你没有看过也可以点个关注 然后去看一看 学一学